两道菜 摆满半桌 短短短 入口即化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顺宜 这家店收藏好久了 叫九福地 你看看 这好像一个大公园 这好像农家乐一类的 它这有两个菜 大猪头 还有一个脆皮烤肘子 安排上 今天吃大猪 就是草还没有绿呢 要绿了应该更好玩 吃饭的地儿在这儿 这厅都这么大吗 宫廷脆皮肘子 全是大菜 菜团的啥馅儿的 野菜 能要一个吗 能 哇哦 这个这个 材真多 这家 哇 还有免费的小菜 我觉得跟那结婚应该挺爽的 谢谢 他把耳朵切了 有比较香的蒜蓉气味 哇哦 大肘子也来了 哇 两道菜白满半桌 这太过瘾了 这大猪头 你长得真可爱 配料都差不多 都是鸭鸭 葱丝 黄骨丝和甜品酱 哇 很烂 鼻子眼 他这菜盘好大 你能远远的 不要怕掉人拍一颗 悄悄的 鲜来一颗 哇 入口即化 他应该不是红烧的 他比较像酱肉头 又撒了蒜酱 整体是咸鲜蒜香 咸度是够的 其实不用占甜品酱了 卷了个边 这个就是比较正常的 就是 袋装鸭饼 看 看 哇 这样能配上鲜烙的春饼 那真的是绝了 你快吃 太香了 球球 我真的可以来试试 短短短的 哇 太香了 太香了 你快来吃 哇 选个满满一卷 一口吃 太酸了 太爽了 哇 哇 好喜欢这里啊 能在这儿结婚 一人上一大猪头 哈哈哈 趴住来好吃 四角牛逼赠要饭了 绝了绝了 绝了 来 重庆一下这个 宫廷脆皮肘 它才78 是咱们俩吃过脆皮肘子里 应该是 目前为止是最便宜的 来 先来尝一会儿皮皮 切个面条上来 切个面条上来 它这个不是果腹的 应该就是炖完的肘子 然后再烤箱烤一下 一点点脆皮 不是很酥的那种 这个倒没什么咸味 可以放一点甜面酱 葱丝 这个卷得细啊 嗯 还是盘主角比较惊艳 这个相对于盘主角来讲 没有那么的让我开心 快吃吧 快吃吧 我还是喜欢就是那种 加点蛋糊 然后炸过的那种 可能会更香 对对对 我好喜欢这种地方 就是充满 民俗 就民俗工程 今天度蜜月要出不了京的话 我就准备来这住三天 然后就可以把它那什么大棒果 溜达鸡啊 刷一遍 这肘子整体还偏烧 就上面一层皮 可能因为我个人比较爱吃那种 肥的露的滴了大根的 就那种要化开的感觉 可能我个人会更偏的大猪头 这肘子这些吃是稍微白点 味不算错 还点了一个野菜团子 这也是季菜笑的 不是纯的那个 棒的面 特别软和 混合面 白面加一点西棒的面之类的 它这种其实算是擀凉板的 都不拉嗓子 真好吃 好吃好吃 太太多了 真吃不过来 咱们家其他的菜 菜量有点大 太大了 全是巨大盘那种 小的肉不少 切好切了 还有这么多 我觉得我应该趁热 把我的大猪头干掉 猪鼻子都没吃 给你留着呢 你吃了 你不吃啊 那咱俩饮一半吧 我吃鼻子哑 你吃鼻子哑 嗯 我让我吃鼻子哑 嗯 嗯 这样 你们要是只能点一种的话 你们就点猪鼻吧 嗯 是吧 达成一致 下头骨 哇 哎 大牙 这是牙 人的好糙牙 好像啊 来送你了 猪的牙都比我的牙整齐 嗯 嗯 如果你们来顺意 或者周末想游玩一下子的话 这家还是很不错的 嗯 嗯 嗯 对 那边草药是绿了 还能拍拍照上 我觉得以后我结婚五十年 庆典可以跟那搬 多有民俗气息 拜拜 两个大菜 最后变成了这些骨头 下次还可以再来尝尝别的菜 好像好多猪肉 voilà 不许多年